这样的声响三不五时就传来 白天有大半夜也有 住户难以入眠 拿手机拍下来 就想问隔壁的邻居 有完没完 这个笑声真的是苦中作乐 这是屏东潮州 住户控诉一名独居妇人 三更半夜狂敲瓦斯桶 魔音传脑 左邻右舍快被他搞疯了 人没睡 要睡就响响响 要睡就响响响 都是他睡觉的时间 有时候那时候给你敲 两点多三点多有敲 凌军满覆怨言 指控夫人敲瓦斯桶扰明 当事人坦言有敲东西 但不是瓦斯桶 拿铲子敲锅子 夫人坦言敲打声来自他 之所以会这么做 他抱怨几年前搬来 他指控鄰居不讓他裝修採光照 心情差才會敲鍋子 敲鍋子製造噪音擾民視事實 附近鄰居說溝通無效也報警多次 尖銳刺耳的魔音 還是不時傳來 讓住戶崩潰難眠 警方這一次又派員來了解告誡 指示婦人會聽嗎 街坊鄰居要的只是好好睡一覺 TVBS新聞 葉鳳達 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